大家好我是團長蔡敏禮 歡迎您訂閱我的頻道 那或者是如果你覺得我講的還蠻有趣的 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按下小鈴鐺 因為這一段時間職棒的話題不斷 這一集一樣在這個Podcast同步來播出 但我這一集比較例外 我覺得雖然還是講的稍微有點嚴肅的話題 但是因為職棒其實它就是社會的一個縮影 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你是飛球迷路人的話呢 這一集基本上也是可以聽的了 那這一集一樣因為比較改 還是沒有字幕 在這邊跟大家說聲抱歉 那這個 這一集要講的主題 基本上就是 但這發音有點困難 就是 顧好 噔 噔是這個 這個應該怎麼講 這個 反正這個要消音就對了 顧好 噔寶 噔迷就是王道 顧好你的寶 顧好你的米 顧好你的粉 就是王道 什麼意思 我問大家兩個 先一開始問大家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最近當然以球迷來講 特別是你關注中華職棒球迷來講 大家可能對於聯盟 中華職棒聯盟不太滿意 對那網路上 PTT就有人說 要抵制 我請問你怎麼抵制聯盟 我不知道 教大家怎麼抵制聯盟 我也不會 Poge大家可以集思廣益 但就說 你要怎麼抵制聯盟 因為現階段 中華職棒大家都知道 分成主客場之後 有些人說 啊我就要拒絕進場 這樣就是抵制聯盟 但基本上你 減少進場 你就是傷害到你原本支持的球隊 你拿到抵制到聯盟 那現在呢 基本上你說 好 我要去客場反應員 那你可能覺得說 這個事情 這筆帳要算在 這個某一支球隊的身上 你自己支持的 以外的球隊身上 你去客場反應員 反而還支抵 因為你要買票進去 所以基本上 根本沒有辦法 所謂的抵制聯盟 完全無從抵制 那大家也難怪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或許聯盟的高層要理解 甚至於每個球團的高層要理解 因為大家就沒有辦法抵制 所以只好在網路上發洩 成為一個唯一的管道 就是一個情緒上的發洩 第二個問題 如果說 你很堵爛一支球隊 你又能怎麼抵制 現在一定有 現在大家壁壘分明 難免會有一些 我們現在四隊到五隊之間的愛恨情仇 但你很堵爛一支球隊 你要怎麼抵制 很簡單 這個答案可能很多人就答出來說 他的主場 就說 不是你支持的那隊 你堵爛的那隊 他的主場我就不進場 這看起來是一個方法 但問題是 現在因為長期實施主客場之後 現在多半都是靠著主場自己本身的球迷 現場的一個架構是這樣 那當然你說有些球隊好像不是這樣子 譬如說幫迷可能人數比較少 有些時候客隊的球迷也很多 那沒有錯 那沒有錯 那如果不是這樣的球隊 當然你就要比較謹慎 你球團的經營可能就要比較面面俱到 你不能得罪其他的球迷 但是你如果本身的母體這個鐵粉夠多 基本上完全不在意這樣的抵制 另外 大家喊歸喊 會有多少人參加這樣的抵制 尤其是一些說實在不是很嚴重的事情 要抵制什麼 第三 因為現在都是有各自的主場 有地域 這個地方問題的球迷 有多少人願意放棄自己去看球的一個機會 舉例來講 譬如說爪迷 現在是在台中的洲際棒球場 但是南北兩地爪迷還是很多啊 今天好不容易 譬如說到新北市的新莊 跟邦邦進行比賽 那你說我很討厭邦邦 難道我要為此就放棄去新莊看球嗎 難道我就要因此 動不動就要坐高鐵去洲際棒球場看球嗎 不可能嘛 沒有道理嘛 那當然相對來講 爪爪的客場 譬如說在桃園 在台南意思都是一樣 好不容易來到我家裡附近 我可以去看我喜歡的球員 喜歡的球隊 雖然是客場 但是比較方便 我會因此就抵制不去看 應該有但是不多啦 最後 尤其到了大比賽 什麼開幕戰啦 尤其是季後賽 你要抵制對不對 最好抵制 票一堆人要搶 所以坦白講 不管是聯盟也好 不管是球團也好 你喜歡他也好 不喜歡他也好 說真的 某種程度是無從抵制 所以回到主題 就是說 顧好你的寶 顧好你的米 顧好你的粉 尤其是鐵粉夠多的 基本上球團只要重視 他們的感受就好 重視自己人就好 講白了就是 你重視自己人就好 其他球隊的球迷 甚至於什麼社會的看法 一般球迷的看法 一日球迷的看法 有必要在乎嗎 很顯然 說實在是沒有的 好那反過來想 那球團 特別是球團 為了什麼社會觀感 為了什麼環境更好 為了中華職棒更好 台灣棒球更好 如果反而還得罪了自己的鐵粉 絕對划不來的 絕對是划不來的 我舉例來講 前幾年的爪爪的五虎將事件 即便它是對的事情 但當時它就是內傷 因為它造成它自己內部球迷 反而是造成一些分裂 那事實上 說真的 縱使後來證明說 他做的事情可能是對的 但是也已經傷到自己 也已經是傷到自己 好 那這幾天有一些專欄 今天又加入文森大叔 有幾個專欄都列出一海票 桃園隊的歷年來的爭議 那或許 或許 鄉民朋友或者是 尤其是圓民以外的球迷很認同 但是坦白講 只要圓民 圓寶圓粉 它能夠接受球團的一個說法 它能夠接受球團 當下對這些不同事件的解釋也好 或者說是苦衷 或者是說是不小心 這些東西你即便把它洋洋沙沙 列十遍 專欄寫一百篇 沒有什麼殺傷力 基本上沒有什麼殺傷力 因為 必須要這樣講 球迷本身在台灣就是小眾 中華職棒的球迷 是小眾當中的小眾 會進場的是小小小眾 而且現在按照我剛才講 你現在會進場 你大部分 九成以上你都有特定屬性 也就是說你是特別支持某一隊 或者是特別支持某一些球員 都是特定的 你不是說路人不小心走進球場裡面看 很少啦 那這樣的一個小小的力量 坦白講 要影響中華職棒 影響任何一支球隊都不容易 你說它影響的層面要有多大 很困難 包括要影響什麼 它的母企業 什麼 有人提到什麼 母企業的形象 甚至要影響社會 要用社會的力量來 不可能 不可能 不要太高估自己這些小小的力量 那簡單來講 譬如說 假設你很討厭喵喵 你就不會去小七消費嗎 你討厭爪爪 你就把你皮包裡面的中信 中國信用信用卡剪掉 你討厭棒棒 你就不去摸摸消費 有啦 會有人這麼極端 但很少啦 好不好 這個都不用騙人 那最近有很多紛紛擾擾 我今天也是一個 比較閒聊的心態 然後也把 台灣的一些整個現象 其實真的 中華職棒就是它的一個縮影 你把這些紛紛擾擾 這些過程到目前的發展 你如果用 大家最熟悉的 台灣的政治這個角度去想 你就完全容易懂 有很多 包括聯盟也好 包括球團也好 他們事實上 有很多的政治動作 跟政治語言 你用政治的角度去想 你基本上就會通了 那基本上 我剛才前面講到 球團除了要全力顧好 自己的鐵粉 跟他們的心情之外 也就是簡單講就是說 同溫層你要好好照顧就好 球團只要把同溫層好好照顧 擴大自己的同溫層 然後把同溫層裡面的鐵粉 好好的去關心他們 其實這是 目前還有未來 其實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聯盟線階段 夾在這五個球隊的 這一個單位 看起來好像麻糬 任人那樣柔捏 但是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接下來要講的 才是重點 在漫長的球技 在漫長的歲月裡面 他本身還是擁有太多 關鍵性的權利 也就是說 不用什麼很 很受人矚目的 本壘攻防戰 甚至於一個好壞球的判決 他會影響一支球團 一季 甚至於好幾年的努力 就在一個球的判決 我這樣講 大家應該是可以理解 聽起來很誇張很聳動 但事實上就是如此 所以有些時候你會覺得 包括最近這段時間 你會發覺聯盟 有時候好像內軟外硬 就是對內 對球團很軟 但對外 對我們球迷 或者外界很硬 但有些時候他反過來 他對部分球隊很硬 但對外又很軟 或者對不同球團 他是有時候軟 有時候硬 跟變形蟲一樣 為什麼 你從政治的角度下去想 你就會理解 所以這一次 講白了 事不關己 沒有被這些本壘公王在影響 目前沒有被影響到的球隊 不關他們的事情的球隊 他絕對不會跳出來當壞人 他絕對不會跳出來當壞人 甚至於有時候 甚至於會逆風發炎 為什麼 道理就在這裡 不想得罪方丈 就好像你 譬如說 假設 上法院跟打球 跟上戰場一樣 你上法院前 先罵那個法官說 你啊 就是不公平 你就是偏哪一隊 對你有什麼好處 更何況 他又不是上法院的人 他是未來可能要上法院的人 這樣大家懂不懂 所以基本上 這時候 反而來一點溫情的討好 都是有點像政治 你用政治的角度去想就對了 那 我必須下一個結論 大家最近一直 批評了聯盟 我必須要講 聯盟不是聯盟造成的 聯盟目前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各隊長期造成的 我再講一次 聯盟不是聯盟造成的 聯盟是各隊長期造成的 那你說 哇 天啊這樣好失望 政治大家都討厭 對不對 政治讓人家很反感 所以政治也不要操作得太兇 太入骨 太噁心 那你說球迷能做什麼 我必須要這樣講 尤其是你有特定支持的球隊 假設你支持的球隊 打算做一件對的事情 不管是法律野球也好 不管是他認為要改革彈力球 不管是他認為好球隊要接軌 不管他覺得該不該打中華隊 選秀會不會選到空氣 選秀的策略是什麼 是不是應該同意這些新人 喊架等等 你如果覺得他做的是一個對的事情 你要怎麼做 你就要敲鑼打鼓的支持他 你就要敲鑼打鼓的支持他 那你說我怎麼敲鑼打鼓 PTT就可以了 帶風向就是支持說 我這個球隊這樣做是對的 那現在很多球迷當然做得很好 有些可能不了解這樣的一個重要性 那包括記者也是 記者如果做對的事情 像最近大家說贊成很厲害 他的質詢很犀利 報導很犀利 很合大家的胃口 你要鼓勵他 他才會繼續這樣做 好的事情你要用力的鼓勵 另外來講 你特別支持某一支球隊的人 你就不要在同溫層裡面去分裂自己 同溫層變小 同溫層分裂 在球迷現在這樣的狀況 你只是會讓人家看衰小 看衰小啦 好不好 大家會瞧不起你們而已 那當然啦 你如果硬是要力挺球團 或者是聯盟 一些其實不對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坦白講 這跟政治一樣 誰也說服不了誰 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你爽就好 坦白講別人也奈何不了你 好不好 別人也奈何不了你 那至於有沒有什麼樣一些其他的方法 或許廣大的球迷可以用影片底下留言 來給團長一些建議 但是我個人最後的建議還是 你如果覺得你的支持的球隊 他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一個對的政策 你一定要用你可以做到的方法 告訴他說 我支持你 你這樣做是對的 這是一個目前現在就算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我是團長蔡美麟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